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展 台美关系 下一站 新闻加料 评论加辣 欢迎收听 观测展底加辣 欢迎收听就是 大家来到我们第一集的观测展底加辣 那我们这个podcast呢 就是会来讨论台美关系 国际的动态 还有一些就是政治的议题 那我们有一个Facebook的粉专 叫做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展 我们随时会更新一些文章 然后发表台美政治关系的动态 但因为我们发现 就是过去就很多 我们的观众都好像太辛苦了 就是平常都很忙 没有时间看那么多字 所以我们决定呢 就是有这个podcast来服务那些 不太方便看字 或是不爱看字的好朋友们 然后 好贴心哦 对啊 就我们也享受来帮大家复习一下 观测展在那一周出的文章 然后我们小编们也会帮大家加料 然后更新一下整个新闻的发展 然后来聊聊我们 就是自己的想法 那所以现在手边如果有手机的人 就赶快把Facebook 把手机拿出来 打开你的Facebook 然后点到我们的观测站的粉丝专页 然后可以把这个 就是搭配的讲义一起用 然后也不要忘记 把我们观测站按赞 然后在这边强调一下呢 就是我们的节目内容 都是我们小编自己的个人观点 所以就如果你不爽我们啊 或是跟我们本来就有一些仇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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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起来有很多仇人 个人 就有个人恩怨啊 或是不同意我们的说法的 就是 欢迎来到我们YouTube底下留言讨论 但千万不要就是人身攻击 就是和平理性嘛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 开始之前我们现在讨论一下 我们是谁 那我是可欣 对我是主持人 不是小编可欣 就我们现在的小编们 就我们今天在podcast里面的小编们 我们人都在美国 那我现在人是在美国的重灾区纽约 然后我在这边是念国际关系 算是这个podcast的负责人 叫给Jerry oh hello 我是Jerry 然后呢 我现在是在德州的休士顿 当工程师 然后呢 我是观测站的共同创办人 然后香菇 嗨大家好 我是香菇 我现在在Seattle 也是一样当马农 然后 大家知道这个美国 刚开始有这个疫情的时候 就是从我们这边开始嘛 Seattle那时候 还蛮多网友戏称这边是美国武汉 但是 随着后面的提示 大家都知道了 对 现在已经拱手让人了 很多州都已经超前了 那我们 现在华州算比较趋励稳定了 今天听说 州长已经开始在考虑 Unlock 所以 我们纽纽州也有这样 也有 好像有这样的消息 不是啊 你们说 还在 还在飙升 我没有听过那种 协率最高的时候 Unlock 对 我觉得我们现在 可以帮大家 就是 就是 我们现在人都在美国嘛 所以美国现在到底怎么样 美国现在还好吗 其实不好对不对 不好啊 不好 所以美国现在有61万3千人确诊 然后两万五千 我不应该 哇很严肃 有两万五千人死亡 然后目前的检测数 已经到了三百万件 所以大家在台湾真的很幸福 而且大家还可以在讨论就是 口罩要不要戴粉红色的 就真的是 还可以讨论 在美国都是在讲人命 对 然后在台湾是在讲 就是口罩 所以台湾真的很幸福 好啦 就是 然后我们纽约州就有20万人确诊 死亡率是 5.3% 华盛顿州就是香菇的那一州 应该是 我记得死亡率是4.9% 然后会有1万人确诊 对 然后 也不算 太低哦 这边死亡率也算高 但是 以数量来讲的话 现在是比较趋缓 对 德州的话 1万5千人确诊 现在 然后死亡率蛮低了 2.3% 但是我觉得 我看了一下数字 我发现 就是那个 的确 WASHINGTON STATE 就是香菇那一州 现在你们 新增案例 其实有下降的趋势了 我好像看你们今天 新增案例 才70几个而已 嗯 但是德州已经就是 努力在追赶嘛 今天有500多个人确诊 可是也 不一样啦 就是也不能这样比 因为你要看比例 因为德州 人口比较多 对啊 但是 人口比较多 嗯 对 积书 然后人口比较多 那像 纽约州跟 Seattle Greater Seattle这边 就是很康培 人口密度很高 嗯嗯嗯 对 就是每天都要 搭乘大众艺术工具 好啊 那我觉得我们就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那个 主题 就是 最 算是最近吵得最凶的一件事情吧 就是WTO跟台湾 杠上了 WHO 我刚才讲WTO吗还是什么 对 我刚才讲WTO 对 WHO WHO 杠上了 好 那我们就请 香菇先帮我们做一下新闻回顾好 就是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观测站文章讲义 是在4月7号 应该4月7号的文章 4月7号 对我们上个礼拜发了两篇其实都是相关的新闻啦 好 那我们先跟大家导读一下回顾一下第一篇4月7号的时候发的 主要就是美国考虑冻结WHO经费 那美国媒体汤后汤后这个媒体我好像也蛮常看到观测站引用的 等一下Jerry可能帮我们补充一下汤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媒体 然后川普总统在美国时间4月7号礼拜二的时候就台湾的礼拜三早上 在白宫的那个疫情工作小组记者会 其实这个东西就跟台湾很像 他现在白宫好像也是每天他们都出来开记者会 那一天川普在这个白宫的记者会他就说啦 他就说他考虑冻结美国给WHO经费 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整个全球抗议的过程 WHO持续不断的发布错误的讯息 可是我觉得他好像有一点话讲太快了啦 因为他说他其实是要looking into it 不是说因为他这个毕竟是一个事关重大的事情 他也不是说我不要给你钱就不要给你钱 也许他蛮多个人情绪的 但是因为这是毕竟的重大决定 也许他话有点讲太快 但是很明显的这个态度是有了啦 就是他要准备把这个大刀举起来 准备砍向这个WHO啦 那我们这边引用的一段川普说的话 他说WHO从美国拿了大量的钱 呃是多少钱啊 呃你们有人知道数字是多少 是2019年是4亿 4亿美金啊 大概4到5亿吧 对 4到5亿美金对非常非常多嘛 那是所有WHO拿的钱里面 在美国给的经费是最多的啦 那个时候他们批评否定川普 就是我我现在讲 我就是川普 就是因为我们引用他的话嘛 他说他WHO当时否定我的旅游禁令 因为因为当时川普很早就 关闭跟中国的这个border嘛 但是WHO那时候不是一直说 啊你不用对中国关闭border啊 没有关系啦 所以川普也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嘛 他说你们当时否定了我这个决定 那事实后来证明你们是错的 我是对的啊 所以说他从这件事情说 那你们感觉很多决定都很轻忠啊 那你看我们给你那么多钱 结果你们做的决定 第一个做出错误的决定 然后我现在我做的决定 我现在看来是正确的 然后你们当时还否定我的决定 就算了 然后你们这样的决定 可能是跟着中国起舞做出来的决定 他说他们真的错过了时机啊 他们其实本来早就几个月 早几个月前他们就可以宣布了 他们早该知道这件事情 他们早该handle这个situation 早该去检视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错过这次基因 然后发布错误的讯息给每个国家 然后让美国家去遵守他的这样的决定 反而造成现在疫情重大的不可控制跟重大的损失 他说我们应该要去仔细检讨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要冻结播给WHO的经费 那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会寄出一个强而有力的冻结 那什么叫做强而有力的冻结 我们在下面议述啦 因为大家都相信WHO嘛 他说如果你WHO你正常发挥功能的话 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嘛 因为大家都相信你的专业啊 结果是时候证明你们每件事情都搞错了 这个不OK啊 那最后报导还提到说 在2019年12月29号的时候 台湾官方就已经告诉WHO这个病毒可能会人传人 那这个东西大家也知道了嘛 后来台湾有把后面的email都公布了 那我们这个东西等一下讨论 我们之后会再来讨论这件事情 下面有几个 我们有引述几个人的这个 对这件事情的观点跟看法 那这边我就不再去细讲了 主要这个新闻就是这样子 就是川普在这个每个 每天个例行的这个白宫记者会上面 做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表态 那好像这个礼拜 也开始很认真严肃讨论这件事情 对不对 我们这边就让Jerry帮我们更新一下 其实今天有件大事 就我们录音录影了 今天就有个大新闻 没错 就是其实在那篇文章 刚刚香菇其实有讲到说 这个媒体 汤后这个媒体 其实他是比较偏 偏右派 比较保守派的媒体 对 因为这个新闻是上周的4月7号 所以其实在白宫记者会之后 马上就出了这一件新闻 然后呢 其实今天 就是我们在录的今天 14号 刚刚下午的白宫记者会呢 川普就直接丢了一个震撼弹 那其实也没有很震撼弹 他一个礼拜前就预告了 那其实就是说他宣布要暂停美国对WHO的资金 那其实像今天 在今天他的那个工作记者会就是 白宫有一个 coronavirus工作小组记者会 他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批评 WHO 那他就认为说 WHO一直散播 关于中国 中国他们关于病毒的那些不实的讯息 然后他觉得他们严重的管理失职 然后呢 以及帮忙掩盖疫情散播的真相 那他就觉得WHO 几乎就是买单所有中国给的那些承诺 中国的说法 那而且也帮中国政府的各种行为辩护 所以目前的态度其实是要 对于WHO这整个处理疫情的过程 要开始进行调查 那在记者会 后来就有一堆记者问他说 可是你既然批评WHO称赞 赞扬中国透明 就是你觉得这样子做 WHO这样做很糟糕 可是你自己之前也说过中国公开透明 那你应该又要怎么表达 对这件事你又该如何呢 那他通常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听这个记者会 他通常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关于中国 他之前的确是称赞中国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很多时候他讲的话 就是大家听听就好 对啊 因为他有时候真的讲话就是for sure 他都说七平是他最好的朋友 还是那种 普丁也是他 对啊 然后就说对我们对中国有信心 那反正这几天只要被问到这个东西 他就会直接挑战到说 他是如何的扭转跟中国之间那些不公平的贸易 贸易逆差要讲 对贸易逆差 然后我们签了这个这么棒的 trade deal 这是之前的那个政府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然后呢如果再继续问下去 他就会开始出大决 然后大决就是说 我是最早关闭中国的边界的 就是那个 travel ban 对啊 就是要不是由我关闭这个travel ban 现在美国早就更惨了 就可能死更多人 对 所以这是今天的消息吧 算是今天的update 这最新的update 然后我觉得就是也会有很多人就是好奇 就是说美国到底是捐给WTO多少钱 WHO WHO多少钱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生气 对啊 就像顾刚有问嘛 其实2019年的时候 美国他就捐给WHO是4亿美金 然后就相比中国 中国只捐了4400万美金 然后美国就是捐了他的快超过10倍 然后如果我们直接用 超超夸张的 然后但如果你去用比 就是预算用比例来看的话 就是美国基本上 他就是制作了WHO15%的年度预算 然后中国的话 就他就是靠他吃饭 然后中国是 中国大概是0.2% 所以川普他才会说就WHO 他是说是very China centric 就是超级轻松的 绕着中国在转的 那基本上就是今天 今天那个川普是说要冻结嘛 但他说的是暂时 就是暂时冻结经费 然后因为川普他已经提了2021年的预算案了 就白宫会提预算案给国会 然后国会在 应该是应该是这样的这个过程 对 蛮好奇的 他是怎么样 川普说冻结就冻结吗 其实 对 就是这我有去查了一下 就他已经 因为他2021年的预算案已经提了 所以他如果还要去改的话 就是会需要一个 一个过程 但是川普目前是说 他先暂时冻结 有可能就是行政命令嘛 这个我还要去查一下 但是 但是基本上他是希望 到有可能他现在先讲冻结 但最后去砍预算案的话 是砍一半 就是把他原本2021年的那个预算案砍到一半 那跟2020年相比起来 就这个预算案就是会从 1.22亿美元减到580万美元 就其实还是很多 但相比起来就真的差很多 那 我在这边可以补充一下 WHO是联合国的 就是他不是联合国底下的组织 他是他的专门组织 就有点像是 可以 如果以一般的那种企业来讲 就他的姐妹公司那样的概念吧 是喔 WHO是在UN下面 他不是 就他们的预算是完完全全分开的 OK 我觉得Jerry有问就是说 如果美国给UN钱 那这UN会不会再把那笔钱给WHO 是你问了吗 对对对 我之前其实蛮好奇 就是他的预算跟联合国UN的预算 是不是 是有重叠呢 还是从那边来 所以看起来是独立 是完全独立 然后 但是像是这种紧急事件的时候 像现在就是疫情大爆发紧急状况 UN就有可能他会在额外拨一笔紧急的预算案 然后赶快给WHO 所以有可能就是如果美国把钱给UN 他还是会到WHO那里 但就有紧急状况 然后那个钱也不 就是不会是 并不是主要的预算 所以他直接断除就是减预算对他们来讲 还是伤了他们的命根子 还是 很痛啦 很痛 对 对啊 最大的金主 对啊 但我觉得可以 因为我们都在美国嘛 然后我觉得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 美国人民对于川普批评WHO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可以给那个资深台美人 Jerry 资深谷的资深台美人 没有那么资深好不好 还是还是蛮嫩的 香菠其实比我来得久 真的吗 对啊 我13年来的 他是 你是什么时候 多你4年而已啦 多我4年 10几年 快10年吗 09年 11年 对 有 对我们的那个资深 然后 然后你 我是最弱的 最资深 不要这样 OK啦 好啦 反正就是基本上 大致上来看 你可以分成两种声音嘛 那就是支持这样 支持川普批评WHO的 跟反对的 那支持的不难猜 主要大概就是 川普的好朋友们 共和党 犯 亲共和党的那一派 然后反对 当然就是犯 民主党的人士了 那 支持者的论点 就是支持 批评 就是会批评WHO的那些人 他的论点 其实大部分人 都跟川普差不多 就是 其实台湾人 大概也有同样的感受 就是觉得WHO 没有善尽调查的职责 然后呢 也没有及早通报 世界各国疫情的严重性 然后呢 甚至反对 在早期的时候 反对各国 对中国时事旅游禁令啊 然后呢 那个宣布 全球大流行pandemic 然后就是一直拖拖拖嘛 那 反对者 就是说 反对这样子看法的人 就是认为说 其实 其实川普政府自己没有 针对疫情及时反应 措施的这个 抗疫的时机 那现在就是要把罪都怪在 WHO的头上 就是看一看 我记得你有说 有一些人的反应 好像也还蛮象征性的 像我们有引用了那个刘云平的意见嘛 你说刘云平的反应也 你看我们这边引述一下 他4月7号的时候刘云平说 等一下 刘云平 刘云平 刘云平是要解释一下 刘云平是民主党的 在那之前先讲一下刘云平是谁好了 刘云平呢 其实是美国的一个加州的国会议员 然后呢 他叫Ted Liu 对 然后他其实是台湾第二代 就是算是Taynese American 台美人 那他呢 之前的立场 一直都比较 怎么讲 会被人家觉得说 就是 亲中 虽然我不是这么认同 这样子的标签 那其中一个事件 就是譬如说 当时其实在美国 有讨论过一阵子嘛 就是到底要怎么去叫这个 像川普有一阵子叫 Chinese Virus 对不对 然后Wuhan Virus 那 对啊 那但是 在美国的确是一个很 敏感的话题 因为美国的种族问题 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 然后尤其是 在这样子的疫情爆发之后 其实很明显的 FBA也做过调查 就是很明显 针对亚裔的那种 仇恨攻击事件就上升了 那时候刘云平 他就是 就是有 跳出来说 我们不应该 就是称这个 叫做武汉病毒 或是中国病毒 因为这样真的 就是 有种族歧视的问题 而且就是 针对美国这些 亚裔美国人 其实人身安全 其实造成的威胁 那这一番言论 其实被一些人解读为 亲中 但是 但是我觉得 不是这么简单 就可以 对我觉得这样 就是有点太快 贴标签了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是真实存在的 那种仇恨攻击事件 所以 对啊 真的真的有出现 像我记得那时候 那一周 就多了六百多件的 对亚裔的攻击事件 他们就统计过 FBI那个时候就有 警告说 会有 之后会有更多的 对亚裔的歧视出现 所以这是真的有在发生 好 回到刘云平 对 那 所以刚刚 相过说关键人物 就是讲了一些话 像刘云平这个时候 其实 上周 川普打算要 动机WHO资金 这件新闻出来之后 他其实是第一个 几乎是 领先其他国会议员 甚至一些挺台的国会议员 第一个 在推特上面就说 亲爱的世界卫生组织 你们可以从 台湾 专家 防治 那个COVID-19的经验 学到很多 你们不让台湾加入 世界卫生组织 是很奇怪的 人民关天 你们应该放下 无所谓的政治 并接受台湾 所以这一件 就是当时就还蛮让 我亚裔 就是 哦 原来 就是他终于展现 他挺台的一面了啦 这样讲 对 所以其实 像刘云平 他算 他其实是民主党的 那他也同样的批评WHO 所以这个其实是蛮蛮有趣的一个观点 那所以刚刚讲到说 有人就说川普只是勘托啊 那当然也有人支持他 但其实我是觉得这两个观点都没有冲突啊 其实都是真的 我们都看到这两件事情 其实美国的防疫其实真的是 一开始真的就是慢半拍 这个是蛮客观的一个事实 那只是我 觉得有点担心的是 美国现在的政治氛围 其实还蛮两极化的 就是感觉好像你只能选一边站 就是你要嘛就是 支持川普 那你要嘛就是反对他 这样子 所以 我觉得这个 这个其实是大家要 比较 小心一点的地方 对 那 我觉得我可以稍微再多讲一下 关于WHO的失职 就是他 他这一次其实很明显哦 如果我们 如果大家还记得 其实在2014年 我们有那个伊波拉嘛 就是伊波拉 对 他那个时候是在西非的时候爆发 那那个时候其实 无国界医生 他们就有在西非成立了专职的调查小组 在当地研究疫情 他们算是独立的机构 然后他们直接跟WHO回报 对 那 而且那个时候 无国界医生在2014年的6月 就已经向WHO建议应该要发布紧急命令 但是WHO一直拖到了8月才宣布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 WHO的总干事是陈富珍 就是一个香港人 对 其实也是亲中派 所以其实WHO 蛮早以前就已经算是被中国给控制 就是有中国的影响力在啦 这样讲 那好 你看哦 上次伊波拉是这样子 那这一次其实更惨 因为这一次你看至少那个时候还有无国界医生在那边做独立的调查 可是这一次在中国爆发之后 我们有独立调查机构去调查当地重灾区的疫情吗 对啊 我们只能仰赖中国政府提供的数字对不对 对啊 那 所以 对啊 就连后来不是WHO他们有派人去吗 就是 还包含那个就是 在跟香港记者连线突然断线那个 对 Bruce Alward 是不是 然后呢 那他有去 OK 然后他后来好像就是去完中国之后 又回到日内娃又开记者会 然后那时候就有记者问他 就问他说 那你从中国回来 你是不是也要被隔离式世界 然后他就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去过那些 比较脏的地方 然后大家就说 什么 就第一个他的用语就是 不太妥当 什么叫做比较脏的地方 然后再来就是说 然后再来就是说 哦 所以你没有去重灾区了 那如果你没有去重灾区 那你去中国探查疫情 到底是在干嘛的 就是你不就是应该要去看最严重的地方 看看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吗 那所以其实 你可以感觉到那个透明度又 又比上次又更差了一些 所以这其实就是被诟病的一个原因 对啊 WHO是每况愈下 因为其实我前 陈振杰有看到 Foreign Policy就是一个美国很 很重要的一个外交杂志 他们有讲到就是 他们是拿这次的疫情 跟SARS的时候比 SARS的时候是成复增之前 就是那个香港的总干事之前 然后他是一个 欧洲的 我认为是挪威还是哪里的 还是芬兰的一个一个总干事 他那个时候就被蛮多人称赞 就是说他那时候做的真的蛮好的 然后有很多很多记者 进到因为那时候也算是 江泽民湖进到的时期 所以也比较相对现在啦 比较开放一点 所以好像那个时候 他们也可以真的进去到 疫区的样子 然后很多人进到香港 然后去采访 但是就是 所以然后你刚刚有讲到Ebola Ebola好像又变糟 然后现在就是真的很糟 所以感觉好像真的是 每况愈下 而且你刚刚有讲到 我们原本不在聊那个 美国境内对批评WHO的看法嘛 对不对 嗯哼 今天我有在滑Facebook的时候 有看到一则广告 就是Ted Cruz Ted Cruz是共和党 共和党 Ted Cruz是我们德州的参议员 然后也蛮挺台湾的 他超挺 他很反共 很反共 对对对 然后他的那个竞选广告 上面就是写说 We have to take China to be responsible for 就是他们要 要中国对这件事情负责 其实我 我看到他那个竞 等一下我要先澄清 我会看到那个竞选广告 不是因为大书记 把我弄到那边 我有看到Bernie Sanders 然后都有 这家很敏感 都有就治了就是 对对对 然后那个 当然我在里面 上面看到很多的留言 其实蛮多批评的 就批评Ted Cruz这样的行为 他就觉得 他们都 就是很多人是生气说 为什么美国不可以自己 好好的担起责任 所以 对 所以这个东西在美国 真的是一个 需要小心处理的点 对 所以刚刚讲到说 很多人会觉得说 其实美国也没有 其实美国的 不管是联邦政府 或是各地的政府 我们都可以看到 其实在第一时间 反应速度都是太慢了 对啊 所以你想想看哦 如果我们去看 虽然美国是全世界 第一个对中国 算是全面实施 旅游禁令的国家 他在1月31号的时候宣布 但是他在那之后 好像也没有什么积极作为了耶 对啊 那反而是 原本白工就有一个 那个冠状病毒的 那个tax force 就是 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疫情 病情的一个工作小组 那原本的领头的人是 呃 美国的 呃 副总统的一个政治人物 然后来担任这样子一个疫情反应中心的领导者 而且看之前的记录很差耶 就是在公卫上面 他自己以前在印尼安娜 有不好的记录 对 对啊 所以 好 你看那是一件事情 然后在 其实川普自己真的只是在一开始 他也有play down这个疫情 他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说 哦 这就是他 他神经说过就是很像流感而已啊 没什么啊 或是 那时候美国好像才 他们奇迹似的结束 对 对 但是 并没有嘛 对啊 那你看 这中间转折 其实真的是让人蛮无所适从的啦 那 其实我自己有注意到 呃 虽然 我们看到这种联邦政府 他在 他反应其实有点慢 对不对 可是 我自己去看美国CDC 就是疾管中心 他们其实一直都有在试图要警告大家 那CDC 他有一个系统叫做 Health Alert Network 就是HAN 那他主要就是来提醒各州 各种关于公卫疾病的状况 那其实这个系统呢 他在1月8号的时候 就有发出一个警讯 要各地方政府注意 这个中国武汉 有一个来源 未明的肺炎 那已经在爆发了 那他们也是 在那个声明里面也 就是通知里面也说了 就是武汉市的卫生单位呢 已经也向WHO报告啊 就是我们现在有 59起这样子的案例 然后呢 其中7个人是病情严重 然后呢 但是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 中国跟WHO报告的内容是说 没有人传人 对 那好 Anyway 美国CDC其实蛮早就已经警告各州了 从这边看来 我是觉得美国的一些专业的卫生相关的系统 其实算是有在正常运作 所以呢 我认为美国在1月31号对中国实施禁令 其实应该也是相关专家研判出来的建议啦 可是除来有志啦 其实有志 但是我个人猜测 就是说为什么在那之后 好像美国就没什么特别积极作为 是不是因为这个禁令 这一帖要太猛 后来就开始有许多阻力 导致川普后来开始改变他的态度 就一直想要淡化这个疫情严重性 有点让人家好奇 但是不是 这是我个人的猜测 那不然因为你按照原本的态势 其实美国早就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后来就没有持续这一股 就是这个动力这样子把它做下去 所以不然我觉得美国其实蛮有机会 把这个病毒隔绝境外 对啊 那我最后我是觉得说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其实两种声音都有嘛 那就是真的 WHO失职 嗯 WHO失职 然后美国其实 尤其是政治人物 就是白宫或是像川普 他们其实也反应不及 对 那只是我觉得在美国二极化的政治环境里面 其实有时候逼得不让人不得不选边站 但是我觉得像 我们台湾人或是台美人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多的不同的观点 尤其是我也呼吁台湾的民众 现在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 我觉得不需要被这样子 二元的价值观给绑架 应该是要用我们自己台湾自豪的一些价值 像是在这次疫情当中 我们一直讲到我们政府是公开透明啊 然后我们有很好的官民合作 然后呢 我们政府也算是超前部署 甚至是尊重专业 让专业来领导政策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就是很好的价值 所以我们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 其实应该用这些标准 来看美国的政治人物或是美国的政策 同意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好 就是因为自己是纽约 在纽约这是重灾区的 那因为现在算是 民主党有个超级大的政治明星 就是古墨嘛 就我们的纽约州州长 他对于这件事情 他对于川普是怎么看 因为之前有人说他很反川普 但这件事情他好像没有那么反 对不对 对 其实 对啊 刚刚你讲到纽约州的州长 那扩莫 那扩莫其实他这一阵子 其实声名大早 对啊 因为其实美国 因为制度的关系 有联邦跟地方嘛 然后呢 这一次其实 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州长的时代来临 怎么叫大州长 时代啊 可以解释一下 应该是说就是之前 好像感觉大家都没有特别注意到说 州长这个角色 对 就想说 美国都要是总统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国会议 就是行政单位啦 就是反而不会去 关心到 州长其实有这么大的权利 后来其实 后来大家发现 其实州长的权利 其实蛮大的 因为最近 美国现在都是 算是social distancing 然后大家都是 有所谓的 stay home order 所以大家都待在家里面 那很多 台湾现在还好 台湾真的很好 就是还可以 business还可以开 就是你还可以营业啊 你还有地方可以去餐厅 还是可以照样开 好羡慕的 每天都看在那边po食物 真的很讨厌耶 对 然后但是美国其实已经 就是像我在这边 很多 像纽约也是嘛 各州都是这样子 就是店都关门了 除了一些必要民生必须的一些店家 可以营运之外 你看到的什么 健身房啊 餐厅只能外带啊 然后starbucks 也都全部都只是 都是得来数 都是只能有得来数 你不能 甚至有些就直接关了 对啊 然后 mall也都关了 就是你都不能去那些地方 其实一些政治人物 他们最近就开始想说 那我们要什么时候可以reopen 就是我们现在有点像是 软性lockdown 但是呢 不算是像武汉那样子的lockdown 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重启 然后呢 川普之前有个争议 就是川普就说 他蛮希望 之前最早是说 他希望可以在复活节的时候 easter的时候可以重启 但后来他当然就是尊重专业 非常好 他就是尊重专业的意见 又让这个延起到4月底 一个争议是说 川普说他可以决定 什么时候美国可以重启 这样子的经济 然后后来有人就说 其实你没有这个权利 是州长才有这个权利 所以对 很多州长都说 其实我才可以 像其实纽约也是一样 港大 像那个纽约的市 纽约市的市长是白思豪嘛 对不对 Blasio 然后他最近跟Como也是有一点点 对于这件事情有一点争议 就是说Blasio 他其实是想要继续close下去 好像到六月还是五月 更久 然后但是Como就回了 因为Como感觉有点想要 想办法重启 就是因为其实真的经济状况 真的不是很好 然后很多人失业 真的是失业潮 那Como就说 因为这个最后决定权在我 所以 所以透过这件事情 大家才发现说 哇原来州长的权利 还蛮大的 对 对 所以 这是大州长时代 大州长时代 OK回到刚刚前面讲到 那个Como 那我们讲到批评WHO 其实Como算是民主党 可是他其实前阵子也 居然还蛮令人意外的 就是复赫 应赫川普 他对WHO的批评 那他就说啦 他就说 他那时候就在 他在自己 因为Como也跟川普 现在也是一样 就是每天都会 好像应该是每天吧 都会有那个记者会 就是宣布纽约 就是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然后他就说 为什么早期去年12月 或是1月的时候 都没有人来警告 然后呢 那些 那些warning side在哪里 然后呢 为什么都没有吹哨着 那他就说 我们的总统问了这些问题 我觉得他是对的 他是说 他是说 他的对的意思是说 他问对的问题 因为Como他是说 他觉得 有时候问题 比答案本身更重要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就是答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所以 他们要调查WHO嘛 但是这些东西 这些问题 他觉得是对的问题 所以他现在对WHO 也是蛮批判的 他那时候就说 为什么亚洲在爆发的时候 或是是欧洲疫情 在爆发的时候 国际专家都没有来通知我们 对啊 那 Como现在应该算是 民主党内 最 人气最高的政治人物 尤其他跟他每天 就是三不五十就跟他弟弟 就是在CNN的那个 Andro Cuomo 传情啊 对就是兄弟连线嘛 对啊 然后每次这样子一做 他的那个 民调啊 人气又飙高了 然后反... 他的那个直播的 的观看次数都比川普高了 哦真的吗 有几次比他很高 所以你知道他真的很红 他受年轻很喜爱那种 真的 他穿那个胸环 胸环的那个问题就是之前又被人家拍到嘛 就是说他有一次好像是穿Polo shirt 然后有人就拍... 他的乳头形段怪怪的 然后大家都说一定是穿乳环 乳头环还是什么 才会有那个形状 然后意外爆红 然后觉得要帮拜登哭一下 拜登他最近就是... 因为现在你看Bernie又退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 most likely就是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 就是most likely就是definitely吧 就是对好 美国的那个 总统候选应该就会 就会是拜登 但是他就是最近就是 你知道就被盖台 被押... SNN都被押掉了 因为川普跟... 像... 跟Como 他们每天都可以开记者会 嗯 对啊 所以现在就是握游行政资源 真的就... 就很... 很... 很红 那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其实我觉得 现在不只行政资源的人 有... 有那个舞台 就是专业人士 像是最... 最红的嘛 就是Dr. Fauci 那个... 他算美版的陈时中 像也蛮红的 就是他也像各大的... 各大的节目啊 然后会去... 会去讨论 这一些... 一些公位的问题 那他对WHO怎么看 对 所以其实 呃...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 有趣的现象 就是... 先讲一下哦 这个Fauci 这个就是... 他叫做... 台湾就要翻成佛企嘛 那... 他... 对... 他其实是美国国家... 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主任 然后呢 他... 非常自身 他服务过六任总统 然后呢 他... 就像你刚刚说的 我自己常看一些... YouTube 然后呢 他跟... 他这一阵真的是上片各大节目 就是什么节目都上 脱口秀 脱口秀 然后YouTube的节目也上 嗯... 所以他就是真的是一直在很努力的宣传 就是大家正确的防疫知识跟最新的资讯 然后呢 他呢 他最近上Fox News的时候 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其实也对WHO就是有一些批评 所以然后呢 那个... 所以这个蛮有趣的 就是... 他是说... 呃...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病毒是可以在人和人之间高度传播 然后传染性很强 致死率也高 那这些... 但是呢 这些东西资讯都跟我们早期知道的相左 就是我们早期根本都... 接受到的东西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嗯... 然后呢 Falci... Falci他也是在节目里面就强调说 我们一开始就不能得到正确的资讯 而这个不正确的资讯 其实是从最... 源头最早的地方就这样子一直被传递 他就说... 我们从去年12月31号 中国传出第一起病例的时候就开始注意了 但那个时候 他们... 其实就是指WHO 只告诉我们 这只是动物传人而已 呃... 他们... 其实我在想他应该是讲中国政府啦 但是WHO就是 carry中国政府的这样子的讯息嘛 所以其实是一样的 他就说他们只告诉我们 这只是动物传人而已 OK Period 他的... 他一直说就这样子 就nothing more 那我们现在回头去看才知道 啊... 其实在中国 在这个第一例被外人所知之前的好几个礼拜 数周 早就已经人传人 就是... 这个... 这个... 这个现象已经持续数周了 然后呢 等这... 所以... 他就觉得啊... 怎么会这样子 他就说等一切结束之后 我们要好好的解释 所以... 呃... 你可以看出来 对于WHO的态度 其实民主党的一些 其实有点像是跨党派 Bipartisan的... 的... 变成一个Bipartisan的议题了 是一个华府的共识了 所以呢 我觉得... 接下来 你应该会看到就是 越来越多人要对WHO的问责 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有一点蛮让我担心的就是 随着川普 连日来这样炮轰 炮轰WHO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美国现在... 是有关会失交对不对 有点失交 因为美国的政治氛围 其实就是非常的两极化 所以你看到今天 他就宣布说 哦... 我们要暂停给WHO资金的时候 就会让这件事情失交 为什么 因为许多讨厌川普的自由派 现在就会觉得说... 会有点像 为了反对而反对嘛 就是他因为他反WHO 所以我觉得 有可能反WHO是 为了你要掩盖你自己的问题 没错 就是WHO的失职 是被认证的 你看Falci也觉得是这样子 然后民主党一些人士 也是觉得是这样子 可是因为现在 就是为了要反川普 就会觉得说... 啊... 你就是在看脱WHO 所以就会让这样子 就是对WHO 这样子的问责 或是这种比较严厉的态度 你越是这样讲 人家就说 你就跟川普一样啦 你就是想要砍脱WHO 就是你就是不想要负责 就是我觉得就是 现在没有... 现在美国有个大问题 就是他没有办法 相信同时两件事都成立的 对 那这真的是很糟糕的发展 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在看就是... 川普这些抗中的举动 我都是有喜参半 就是说... 对...就是... 因为我们想说... 对嘛... 你看终于有人... 就是我们当然是希望越多人知道 就是中国政府的一些... 不正当... 就是一些糟糕的行为越好 可是呢... 这件事情... 搬到美国去 你就会发现... 尤其是这些台湾... 就是...如果他对中强硬 那如果... 只要台湾被牵扯在这里面 对美国观众来说 这代表的意义是说 台湾议题 就会跟着川普的其他的事情 搅在一起被看 被人... 川普人设有个很大的问题 对 那这个真的就是... 我只能说... 游喜参半这样子 对啊 所以... 唉... 好难哦 很难 那我们赶快来... 来进入... 因为我们时间有效 以上呢... 是我们的第一个... 第一个新闻 就是... WHO失职 然后... 川普要... 嗯... 断催WHO 那... 关于第一则新闻有什么... 问题啊... 或是... 意见的... 或是... 有... 任何的想法都欢迎到我们YouTube那边留言 那我们来进入下一则新闻 也是我们上礼拜在4月8号... 发的文 然后算是... 上礼拜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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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新闻 最大的新闻 超大的新闻 就... 我们现在... 那个香菇现在... 因为那个... 电脑过热 所以没有他的画面 但是还是请香菇帮我们... 但是还是与我们同在 对...与我们同在 他的声音在那里 就是... 有有有... 请香菇帮我们来... 回... 就是... 回顾一下... 第二则新闻 呀... 上个新闻... 也许川普对WHO的态度... 在美国两极化的社会里面... 有人改变态度... 有人... 借此做一些政治操作... 但是我相信... 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新闻... 在台湾里面... 应该是完全没有奇异了啦... 4月8号的时候... WHO的秘书长... 竟然指控台湾... 发起... 歧视黑人的人身攻击... 那这个真的是... 破天荒爆炸大新闻... 4月8号... 台湾时间9号的凌晨... 清晨的时候... 在WHO记者会上面... 那很多国家的领导者... 都批评WHO嘛... 他回应说自己... 绝对不搞政治... 然后抓住在... 人道救援跟防... 防疫方面... 所以他... 很强硬的回击... 各家媒体... 然后结果越说... 越激动之下呢... 竟然把台湾... 挑明出来骂... 骂了... 3分钟还是5分钟吧... 3分多钟... 对啊... 指明挑衅的骂说... 台湾人针对他... 非洲裔黑人的身份... 做出种族主义式的... 歧视和攻击... 他说如果要说更明确一点呢... 那这些攻击... 主要就是来自台湾... 所以... 上个礼拜... 在推特上面有一个... 很红的... hashtag... this attack... come from Taiwan... right... yeah... 这真的是... 而且... 而且还不止哦... 他还不止这么说... 他还说... 还影射台湾的... 我们的... JW... 就是我们的吴钊仙外交部长... 是主导这个攻击... 主导这个种族主义式的攻击... 所以... 这个... 也太令人匪夷所思大开眼界了吧... 首先... 3个月以前是什么时候... 1月9号耶... 我相信... 1月9号... 大家... 都还在... 连... 总统都还没有偷完票耶... 1月11号... 我们才偷完总统嘛... 所以... 那时候... 大家... 谁在管理什么... WHO... 谁在管理... 谁是谭德赛啊... 那个时候... 瓜哥不知道谁是谭德赛啊... 瓜哥不知道是黑色还是白色的啊... 对啊... 红色红色都不知道... 对啊... 当天还在那个... 凯达格兰造势大会咧... 怎么可能会有... 而且... 台湾的第一个... 武汉肺炎的案例是... 1月21号才发现的... 1月9号要怎么对你做种族实义的攻击耶... 这也太奇怪了... 而且... 呃... 吴部长... 呃... 第一次批评WHO反应太慢了... 都已经是2月份的事情了... 那台湾... 又怎么能够在3个月以前...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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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你做出攻击... 所以这个时间点... 完全就是错误的嘛... 完全扭曲嘛... 那... 而且... 好... 最重要的来了... 呃... 其实这次对于... 呃... WHO的批评... 在各个国家对他的批评都有啊... 那... 对你的批评是... 对你... unprofessional... 对你不专业的批评啊...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把台湾跳出来骂... 而且还把台湾... 就是说... 你对我的批评就是... 呃... 因为你歧视我的身份... 呃... 可是... 并不是这样子嘛... 因为台湾其实... 呃... 对WHO很多... 呃... 不专业的领导人... 包括他... 还有另外那个... 你们刚刚说的那个... 对不对... 嗯... 难道我们... 他也是因为我们歧视... 加拿大的白人吗... 不是嘛... 是你的态度... 很有问题... 你领导... 对... 专业的组织... 没有做出... 专业的... advice... 是这个东西有问题吗... 而且... 好... 回过头来讲... 台湾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发现了... WHO... 这个... 受中国的影响力很深... 那中国已经有能力的... 呃... 操控影响... 这个国际组织了... 那台湾恰恰就是因为... 不相信... 中国... 而且不相信... WHO... 受中国影响所给出的... advice... 台湾就是因为不相信你们... 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台湾根本就没有加入WHO... 那... We are on our own... 我们就只能相信自己... 我们就只能... 靠自己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有那么好的... 防疫成绩嘛... 对不对... 那你... 反观这些... WHO的... 各个会员国... 那就是因为相信你... 呃... 经过这个... China-centric的... 这种... Unprofessional advice... 造成... 今天的疫情的扩散... 不可收拾... 难道不是因为这个样子吗... 我觉得这次真的就是看到... 很明显就是看到... WHO... 他们真的... 真的就是失职啦... 然后... 狮子又想要把这个责任给... 推掉... 其实... 嗯... 这是不是有一个台语叫做... 更小灯... 想起... 想起... 哈哈哈... 你自己做不好嘛... 是你自己Unprofessional问题... 然后你... 呃... 反正人家批评你就是... 啊... 你就是歧视我啦... 对啊... 就是模糊焦点转移... 转移... 转移话题...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 不成熟领导人会做的行为... 而且这个转移焦点就真的是... 还真的是有效哦... 因为种族问题... 其实在西方社会... 其实就是很被高度重视嘛... 所以我觉得... 他把台湾对他这种很... 有正当性的指控... 其实这个事... 也不只是台湾... 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子... 然后就... 转化成... 人身攻击... 跟种族歧视... 就很懂完... 结果... 他们自己... 最近才是被爆出... 真正种族歧视的中国... 我们最新... 目前应该是最新啦... 最新的文章... 对... 4月13号还是14号... 在台湾的话应该是14号... 台湾应该是14号的... 好...14号的... 的文章... 我们有想到就是... 其他的种族歧视事件... 是真正的种族歧视事件... 然后是... 很讽刺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大家现在就在等... 那个WHO的... 呃... 干事长... 什么时候要... 针对这件事情做回应... 就是因为... 他的同胞们... 就是这些非裔... 非洲国家来... 来中国的那些人... 在中国...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 被歧视... anyway... 对啊... anyway...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蛮糟糕的... 好... 但我觉得我... 针对这件事情... 我看到我是... 开心的这件事情是... 我觉得台湾人... 一开始我们好像很急着... 就是要赶快就是... 很生气啊... 但是我觉得我们... 后续我们做出来的行为... 我是觉得是有显现出我们的高度... 譬如就是说... post 台湾的事务... 或是... 就是这个Twitter... 在Twitter上面的... 那一个campaign... This attack from Taiwan 那个... 然后... 其实我看到了... 我觉得还蛮开心...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活动是说... 我们一人一聚来称赞... 谭德塞... 谭德塞...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也是让我感到... 觉得是开心... 就是我们台湾人没有... 就是... 好像... 陷到那个陷阱... 负面的能量去... 对对... 其实我觉得... 真的是一个陷阱题耶... 就是如果... 因为... 有人... 会针对这件事情... 做反击... 就是跟他说... 台湾人哪有歧视... 但我觉得这个... 好像也不是... 完全正确... 因为我觉得... 歧视的现象... 每个国家都有... 尤其是... 你在网路上这些... 酸民啊... 这种乡民... 每个国家一定都有... 我相信... 台湾一定也有一些人... 真的对... Tedros... 讲了一些很糟糕的话... 但是... 但是你不能陷入... 他们这样子的逻辑... 去跟他... 跟他玩... 就是说... 喔... 台湾没有种族歧视... 你知道最后... 人家就说... 他就要找出证据... 说你有种族歧视... 那你就玩啦... 而且这个... 对啊... 这证据... 不难做... 而且老实说... 你也没有... 其实很难... 很难... 很难证实... 到底谁是谁啦... 因为现在网路上... 你一个账号... 你说用繁体中文... 就是台湾人嘛... 不一定啊... 所以我觉得... 不要跟他玩这种游戏... 对... 我觉得应该要... 就是... Focus在说... 我们对他的指控... 而且我觉得... 如果真的要... 对台湾有... 好的宣传... 其实就是... 继续强调... 我们可以... 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 然后我们就继续... 做口罩外交... 我们继续捐助... 那些物资... 给其他国家... 我觉得... 这就是... 就是... 不用跟他玩那一套... 然后我们继续宣传我们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聊... 就是今天也是... 算是... 最大... 很大的一个新闻啦... 而且... 刚好就是我们... 也人在美国... 就今天... 纽约时报那个... 的广告出来了... 然后... Jerry有买到... 对... 给大家看了... 我们接下来要讲一下... 就是... 针对谭德赛... 这件... 这件事情... 然后台湾... 不是救人机制的吗... 对... 对... 然后呢... 一瞬间就达标... 然后他们就要在纽石上面... 在撼登广告... 这server档了好几个小时... 我都... 连不进去了... 对... 然后现在大家如果... 如果大家现在有在... 如果是看YouTube的话... 就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有一个图片... 然后呢... 我今天... 真的也... 跑去很多地方... 然后... 哎... 我今天也去买... 我找不到... 因为现在真的没有人在看报纸... 买到了... 哇... 耶... 真的是... 不是... 因为... 你知道这件事情... 我当时就听他们说... 哦... 要不要要登报... 然后我第一个时间... 我那个反应就是说... 你登报... 就第一个... 现在很少人... 看资本报纸...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到底要去哪里买... 因为现在大家... 就是像我刚刚... 现在全美国没有人出门啊... 没有人出门之外... 就是你说... 一般会去哪里... 去书店嘛... 然后书店就是... 会卖报纸的地方... 就是有报摊的地方... 对... 纽约会有报摊... 但是现在也都收了嘛... 对啊... 对啊... 所以然后呢... 所以当时听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哇靠... 那我要去哪里买... 然后我今天就真的是... 跑了... 跑了十几个地方... 就是... 我都... 那你去五六个... 没有找到... 我... 对... 然后我... 我就是去那种... 呃... 就是... 超商... 就是... 超市的这些地方... 对... 然后呢... 跑十几间... 然后才终于找到... 然后你要知道在... 在德州... 在... 跑十几间... 意思就是... 开很久... 因为... 整个地方都隔很远... 嗯... 对啊... 然后就找到找... 然后终于才找到... 对... 但是还蛮开心的... 我觉得就是... 版面... 版面非常大... 然后...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广告... 就是... 我自己第一时间看... 我... 我看了一下... 然后我想说... 嗯... 什么意思... 哈哈哈... 大家觉得这个广告怎么样... 啊... 相顾相顾你先讲... 我... 看不太懂... 哈哈哈... 先讲... 有没有人看得懂... 有没有人看得懂... 这个广告... 我... 聂永珍啊... 哈哈哈...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 有有... 我有去看他的那个... 哦... 所以你已经知道... 你有看他的解释... 那块是什么东西... 菜瓜布吗... 哈哈哈... 我听到一个美国人反应是说... 诶到何... 他是说... 这是那个... 呃... Tombstone吗... 墓碑... 嗯... 就是我一开始看的时候... 我就想说... 两块东西... 就是我可能... 我的悟性比较低... 好... 但他其实... 他的意思... 但他其实的意思是... 呃... 上面... 如果你从上面... 由上往下看的话... 你看... 呃... who can help... 那那个who就是双关嘛... who can help... 然后呢... 那个... 他其实是个懂... 代表说就是... 就是... 它就是一个深渊的感觉... 就是一个... 一个往下线的一个洞... 捅出来的楼子... 哦... 捅出来的楼子... 这个讲得不错... 对啊... 就是他们的狮子啊... 然后他们的... 不作为... 或是就是... 帮忙中国... 就是... cover up这样子的行为... 然后呢... 你就一直顺着那样子的... 视觉线索往下看嘛... 因为他那个洞现在... 感觉往下嘛... 你就往下看就看到... 哦... 台湾... 然后呢... 然后台湾... 它就是一个... 门的感觉... 就是... 感觉你顺着那个洞... 然后你可以找到一个出口... 或是一个逃生口... Gateway嘛... 还是什么... 就是那个... 然后... 然后你的字... 就是你从那个出口... 一出来之后... 你就看到... 文字叙述... 它的左边就是文字叙述... 然后就是讲了一些... 就是... 他们那时候有讲... 讨论了一些文案这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 就如果你看懂的话... 我觉得这个意象真的还不错... 我觉得意象很好... 但是真的是太难了... 诶... 我不知道现在... 就是如果放大看不到... 可是我看到网... 就是网友这样子画... 哦... 有有... 现在看得到... 然后... 后面... 就下面也加一个人... 对... 我有看到这个版本... 这个好像是有人在留言下面加这个... 对... 就是很像那个... 那个IKEA的那个小人这样子... 对... 但是... 我自己是觉得... 加了的确... 真的我一下就看懂了... 但是... 这样就没有美感... 这样就没有... 但是我... 嗯... 就要看你自己... 很像北欧家具会有的... 对... 而且有点太俏皮的感觉... 就没有那种... 呃... 树木的感觉... 就是那种严肃感... 对... 对... 所以... 那我觉得文青... 文青人就会很爱... 而且会把它变成海豹... 然后挂在... 挂在... 就是... 墙上... 所以有可能也吸引到... 有可能也吸引到... 去美国的... 文青吧...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 其实如果你... 这也是... 你知道你讲这句话... 要是设计师听到了... 他们就会... 火会烧起来... 因为几乎所有的... 业主... 你知道啊... 很多设计师啊... 我认为蛮多设计师的... 你知道... 每次他们在设计一些东西... 他们就觉得... 啊... 或者他们叫做... negative space... 就是副空间... 然后说什么是副空间... 但其实就是... 这个刘白对他们说... 是很重要的... 我是... 文测站... 的... 美边... 然后呢... 对... 然后他们最讨厌听到... 就是业主跟他说... 欸... 这个字可以大一点嘛... 看不清楚... 他就会觉得说... 好啊... 那就... 就抖大字就好啦... 就全部都填满啦... 就塞好塞满... 这样子... 就显得我很没有... 就是... 没有啦... 其实如果你... 像我这样子买报纸的话... 其实他那个字体... 以报纸来说... 他的报纸字体是OK的... 就是你是看得到... 就是... 你是可以看得到这些字的... 就是你这样子的画面... OK... 整个比例上... 看起来的确真的是很小... 可是你问你去看隔壁的这些文字... 其实他的字体跟... 旁边的文字... 字集... 是... 算是差不多的... 对啊... 然后我觉得这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有... 呃... 特别安排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他这个版面其实很好欸... 因为你看他右边... 就是... 这一边... 他刚好是... 在教大家要怎么戴口罩... 就是... 美国最近终于... 大家... 终于... 戴口罩... 戴口罩这件事情... 对... 然后...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刚好就是有搭配... 因为这是跟... 疫情有关的嘛... 然后旁边就是... 叫大家如果戴口罩... 我觉得这个... 整个这样子看起来... 算是蛮吸睛的... 嗯嗯嗯... 对对对... 那...因为我自己... 我是有订纽约时报... 但我是订纽约时报的那个... 数位版... 就是网络版... 我也是电线上版... 没有看不... 没有看到对不对... 我早上在妹子看都没看到... 电子跟纸本... 都同时会有广告... 可是我今天去看了一下... 呃... 纽约时报的网站... 我也没有看到广告... 嗯... 所以... 不知道... 可能之后会有吧... 但是他们有一个网站... 然后我很喜欢那个网站... 因为那个网站... 他... 他的名... 你知道他的网... 就是... 而且... 其实你刚刚那个... 墓碑也好... 或者是... 两片那包什么... 其实如果你上网看的话... 你那个会... 你这个才会让他们生气吧... 台湾不知道是什么... 哈哈... 没有了... 我们刚刚要解释嘛... 可是我说有些人如果看不懂... 这是什么的话... 其实你到网站上看的话... 那个效果会比较好... 因为网站有一个动画... 所以你... 你点进去网站... 你会一开始看到这个... Who can help? 然后呢... 他就会有那个... 白色的那一块出现... 然后呢... 那条线就是... 把2D转换成3D的那条辅助线... 就会... 他是用动画方式呈现... 所以你就... 哦... 原来那是一个... 你要用3D的角度去看它... 然后他是一个洞这样子... 然后网站的网址... 非常有趣... 叫做... 台湾canhelp.us... 所以他的那个... 网域的名称... 那个... 他那个... 最后面那个... .us... 你如果把它整个这样... 看起来的话... 就是... 台湾canhelp.us... 哦... 对... 诶... 这一个不错诶... 就是台湾可以帮助我们这样子... 这是工程师会看到的... 对... 对... 我一看这个网址就觉得... 哇... 这个有巧思... 然后他网... 网站上面... 他也有做一个timeline... 就是时间轴... 然后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很干净... 很简介... 然后也蛮清楚的... 就是... 时间轴就是... 两个颜色... 上面就是白色... 呃... 台湾跟世界各国的反应... 在每个时间点... 做出的反应... 然后下面就是蓝色... 就是... 世界卫生组织... 他们自己的那个... 标准色... 他们的logo的颜色... 就是... 世界卫生组织... 的回应... 就可以看出来... 摆出来就可以... 就很清楚... 就知道... 对啊... 这早期就是还跟他... 就在眼前... 还跟大家说... 就是... 不需要有travel ban... 然后呢... 明明就很多国家都已经... 蛮严重了... 不要有travel ban... 然后... no human to human transmission... 就是... 对... 这还蛮明显的... 所以我觉得... 还不错... 我觉得虽然在台湾... 就是... 这一次好像... 也有一些争议啦... 就是大家说... 哦... 是不是要登... 登在纽石啊... 纽石好像... 很轻忠... 可是我不觉得他是轻忠啦... 他不轻忠啊... 他其实不轻忠... 他一点都不轻忠... 他才刚被赶出来... 而且... 尤其是... 他被赶出来之后... 他就是有点... 他就... 下猛掉的感觉... 对啊... 他们有做一个... 其实香港... 去年... 晚送中的时候... 他们也有蛮多的报道的... 然后呢... 其实对于人选方面... 他们一直都有报道... 然后... 前阵子...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 他们就针对中国大外宣... 就是... Chinese propaganda... 然后去研究这个中国... 他们的那一些... 因为中国他们有很多的... 呃... 也不能官媒嘛... 他们就是... 其实那些... 你看起来也是媒体... 但其实是官媒... 他们在Twitter... 他们在Twitter都有账号... 然后他就是... 勾了那... 上千个... Twitter的那些Tweet... 然后去分析... 他们是如何配合中国... 进行大外宣的... 我觉得那... 因为New York Time的... 影片很棒... 我觉得... 可以把它放在YouTube的... 那个... 链接... 链接下面给大家可以去看... 我觉得... 也可以学英文哦... 对... 然后我那时候看完之后... 就是整个就是... 天哪... 我不敢... 这是New York Time做的... 我得说... 我觉得New York Time... 跟... Washington Post... 这两家报纸... 我觉得是美国... 就真的就是... 非常非常... 资深的... 两... 两大报... 然后他们很... 特别的部分... 我觉得是他们在... 追踪报道... 就是做的真的... 很多很好... 然后不是... 不是只有国际事件... 或是台语... 就是中美事件... 就是他们是... 任何议题的追踪报道... 真的都做很好... 而且他们... 就是这两个... 两大报... 他们都会... 聘请很... 就是很... 很利... 就是怎么讲... 声望很高的... 记者... 他们真的就是... 花重金去请记者...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不要太直接的... 就给他们贴一个标签啦... 就是这两大报... 是都... 就是... 都是诚信... 不是诚信... 就是信誉... 还蛮高的... 至少他们不会做假新闻啦... 就是真的是... 就是真正的... 呃... journalism... 就是... 新闻报道...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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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说... 纽约时报... 我最喜欢就是他们的一个... 他们有个podcast... 叫做... The Daily... The Daily... 就是我... 我很喜欢听... 然后... 他们常常都做一些... 欸... 还是可以听一下... 因为我们讲... 可是The Daily... 他就一直不讲台湾啦... 其实有时候... 我也同时可以感受到... 大家的沮丧... 就是说... 你看台湾表现这么好... 可是你看那些自由派媒体... 跟... 就是... 偏民主党的那些媒体... 就是硬不讲台湾... 他讲到那些亚洲成功国家... 都讲... 哦... 你看那个... 南韩... 你看新加坡... 就有点... 小抱... 所以可能就不讲新加坡... 欸... 但是就不讲台湾... 然后我那时候也会觉得蛮神奇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 需要继续努力... 但是也不好就是说... 就是直接把他们贴成一个... 亲中的标签这样子... 嗯... 对啊... 那我们来... 进入下一个... 讨论的东西... 就是台湾跟WHO杠上的这个... 这个... 争议事件当中... 其实很争议的就是一个... 就是人传人的那个... 那个信... 对... 就是一开始不是... 台湾就说我们有警告... WHO有人传人的危险吗? 但是... 然后之后台湾自己... 有公布... 那... 那个信的内容... 但是我... 坦白说... 那个email内容可以帮大家再... 讲... 复习一下... 他是说我... 他们... 呃... 事情时候... 就... 呃... 已经派... 12月31吗? 还是... 对... 都搬家到中国的武汉去... 是不是有看到七个例子... 已经被... 呃... 好... 我现在... 我有看到... OK... 我看到... 我现在有看到这个全文... 其实还蛮短的... 如果大家真的有去看那个... 那个email的全文... 那就是说... 呃... 就是... 诶... 我要来讲一下嘛... 就是... at least seven... the... the cases were believed... not SARS... 所以就是... 当地的卫生... 相关当局... 认为... 这些case... 不是SARS... however... the samples are still under examination... and cases have been isolated for treatment... 所以说但是呢... 这些呃... 采样啊... 已经正在检验当中... 而且这些case... 就是这些案例呢... 现在是... 被隔离... 就是... Being isolated for treatment... 就是被隔离治疗... 然后呢... 他就说... Appreciated... Appreciated... if you have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share with us... 就是... 我们会很感谢你... 如果你有相关的讯息... 可以跟我们分享... 然后就就是说... 哦... 非常感谢你... 就这样子... 所以... 你觉得这样子有警告吗? 我觉得... 就里面根本没有... human to human... 这个字啊... 对... 那... 但是后来... 台湾的说法... 就是... 相姑你要... 讲一下就是... 你自己觉得呢? 呃... 因为... 因为... 是这样... 就是说... 呃... 那一天的记者会... 陈时中有出来... 讲这封email... 他们是说... 如果公卫的... 专家学者... 看到这个说... 有七个案例... 他们相信不是SARS... 这个for sure的... 那... 被隔离治疗的... 那... 也许他们就会有一些... implication说... 那这就是人传人... 之类的... 但是... 如果... 这件事情... 因为这是在中国发生的嘛... 那... 中国政府... 有没有跟WHO... 讲这件事情... 如果有的话... 那... 是不是WHO... 没有把这件事情... 正式看待... 然后... 如果没有的话... 那... 是不是中国cover up... 就是... 主要是这样子的... 呃... 工坊啦... 那... 如果你说这些... 这封信来看的话... 那一般人看... 确实是没有很直接的... 去讲说... 呃... 人传人... 或是没有什么人传人... 只是说... 是不是这样的... implication很重要... I don't know... yeah... 嗯... 的确... 因为他的时候... 我听到的是说... 他们... 之所以... 没有在email里面说... 没有人传人... 是因为那时候... 台湾也没有确诊案例... 台湾确诊案例... 好像第一例... 不是在1月... 中后... 才出现嘛... 也... 没有明确的证据嘛... 因为我们完全没有病例... 所以... 他就不好在email里面... 讲人传人... 但是他们... 所以你可以... 比较... 要公平一点的话... 你可以说... 我们暗示啦... 就是... 就是你说警告... 但... 我觉得警告意味... 没有那么的强烈... 但是... 你可以说... 我们在12月31号... 就已经... 那一封信里面... 我们有暗示... 就是有人传人的风险... 对... 那... 但是我自己是在... Twitter上面常常会... 跟人家... 也不是... 就是会跟人家... 互动... 然后呢... 就会有... 中国的... 应该是... 中国的... 湘民嘛... 他们就会说... 你讲这个就是... 不是废话嘛... 如果... 因为这是一个病毒嘛... 对不对... 它是一个病毒型的肺炎... 那... 每一个病毒都... 都嘛... 有那个... 人传人的风险... 所以你现在跟我说... 对啊... 那你这样子... 这样讲我也可以讲啊... 就大家都来讲啊... 对啊... 所以... 我觉得这个... 暗示... 并没有这么的... 没有那么的强烈啦... 对啊... 而且如果你要按照台湾... CDC这样的逻辑... 那其实... 你可以去看喔... WHO... 它其实在1月5号... 蛮早了... 它就有发出一个通知...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我也可以跟大家说... 就是... 其实... WHO... 早就在1月5号... 告诉大家... 这件事情... 有可能会人传人啊... 因为它叫大家... 就是用对待流感... 跟呼吸道... 严重呼吸道传染... 疾病的方式... 去... 对待这个疾病... 去处理这个疾病... 那... 所以呢... 我觉得策略上来说... 如果大家还要继续... 替台湾发生的话... 我会觉得这个东西... 不会是... 接下来的重点... 其实我觉得... 还是可以继续回到... 我们之前讲的... 就是说... 诶... 譬如说好... 那... 你说我们12月31号... 发了这个通知... 那... WHO... 在收到... 他们第一个... 他们到底有没有收到这个通知... 应该是有嘛... 对不对... 那最为人诟病的... 长期以来就是说... 这个IHR... 我们是透过IHR这个管道... 去跟他们发... 发这个通知... 这个IHR都... 一直都是单向的... 永远都不是互动的... 就是我们... 丢了之后... 他们可能已读未回... 或是根本就没有做后续处理... 就是... 我觉得接下来应该... 大家要问的是说... 你收到这个通知之后... 你有没有把这个讯息... 分享给其他的国家呢... 其他的会员国呢... 你有没有针对这个讯息... 去做出一些... 呃... 去调查... 或是去... 因为我们之后就... 可能也要等CDC... 我不知道他们之后... 有没有后续的信件往来... 可能他们要公布... 但是目前... 看起来是没有嘛... 就是... 就是我们通知他... 但是就已读不回... 所以我觉得可以问的是说... 他们有没有做后续的动作... 有没有去分享这件事情... 给其他的国家... 然后有没有做调查... 对啊... 那... 我们还可以继续强调什么... 就是譬如说... WHO他们并没有去... 要求... 中国官员... 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要求中国官员... 去分享这个病毒株的资讯... 因为这个... 这个资讯... 就是一开始并没有被大家... 就是没有... 没有那么的公开透明... 嗯... 然后这其实应该就是... WHO应该要做的事情... 就是按照他们的专业... 他们其实应该要做这件事情... 可是这件事也没有做... 对... 所以我觉得... 也不需要被这件事情施交...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点点... 插曲嘛... 对啊... 但是我觉得... WHO还是有很多... 可以被检讨的地方... 对... 我觉得算是插曲啦... 因为你一直复制在人传人... 我确实也不觉得有什么... 很重要或很特别的意义吗... 有或没有... 有怎么样呢... 我觉得关键就是在... OK... 台湾提出个warning side... 那有了这个warning side之后... 那我们... 就你有没有反应嘛... 就像刚刚Jerry讲... 你有没有做出适当的反应... 那台湾说穿的... 也不是会员果啊... 对不对... 所以... 我们提出了这样warning side... 那你有没有做反应... 而且... 呃... 一个重要点是... 那个时间点还算蛮早的啦... 所以说... 算是... 台湾算是几... 呃... 可以算几个吗... 就是很早期... 就提出warning side的... 对... 全世界的wistleblower... 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关注的消点... 应该是在于... WHO到底有没有... 按照他们的... 体制内的游戏规则在走... 还是说他们真的被中国... 影响... 太深... 所以就... 就没有按照规则来... 不然的话按照规则... 是不是... 该进行调查的时候... 早就应该进行调查... 像包吉就说了嘛... WHO... 一开始... 就是他们现在...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病毒... 哦... 人传染... 传染力很强... 可是这些资讯... 都跟他们早期... 他们... CDC一月的时候... 也就注意到了啊... 可是他们... 那个时候得到的资讯... 不是这个样子啊... 包吉也说就是... 跟我们得到的资讯相助啊... 那为什么... 我们没有拿到这个正确资讯呢... 可是我们自己... 从... 就是以台湾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看了... 中国很多论坛或什么... 早在12月中... 12月底... 一月初... 太多的资讯... 一直出来跟大家说... 有人... 甚至你还记得吗... 之前不是... 就... 还蛮早期的时候就说... 这个动物... 这个可能会传染给... 猫跟狗... 或者是一些宠物... 然后你还看到... 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 就是一些图片说... 哦... 中国人就开始... 把他们的猫狗... 就直接从... 从窗户外往外丢... 因为他们那时候也被lock down... 然后他们也不能出去... 就是... 就开始抛弃他们的宠物啦... 对... 蛮恐怖的... 然后有一些照片... 所以我看起来有点吓人... 但是... 你知道... 结果... 前阵子的研究出来说... 这个真的是... coronavirus... 真的是可以传染给猫啊... 然后... 然后我就想说... 所以其实早期很多... 我们... 当时以为... 是谣言的东西... 好像后来好像也都... 不假欸... 就是... 是真的... 但我觉得他们... 他们那时候做这件事情... 有可能也不一定是... 知道这是真的... 对啦... 害怕... 对啦... 只是你可以感觉出来... 就是这个... 资讯的透明度真的不够... 对... 对啊... 然后WHO并没有扮演一个... 强而有力... 一个主导的角色... 去... 要求... 因为它毕竟中国是第一个爆发的地方... 要求他们去做更多的事情... 或是提供更多的资讯... 嗯... 就... 最后就问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台湾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还有... 我们还应该要加入WHO吗? 大家再问... 好问题... 对啊... 谁先答? 我可以先讲一下啦... 我觉得... 嗯... 我觉得台湾的角色... 其实老实说... 有...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WHO需要我们... 因为你看我们表现这么好... 所以其实... 就是以实际上来说... 好像我们不需要加入WHO... 我们也都可以... 但我觉得有差啦... 就是说... 因为你... 毕竟加入WHO... 你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资讯... 包括病毒的资讯啊... 一些每年每年都有流感嘛... 那那每年盛行的流感... 可能也都不太一样嘛... 就是这些资讯... 我们可以第一手拿到... 但是... 我们的实力也很强... 所以... 我觉得... 没比是WHO比较需要我们... 但是... 现在局势变动非常快... 我觉得... 在这一波疫情之后... 会有一波检讨... 就是世界给我检讨... WHO的声浪... 那就是... 像今天... 川普他在记者会也说... 他宁愿把这些钱... 这些... 就是他现在不是要... 冻结这个资金嘛... 给WHO的资金... 他宁愿把这些钱投资在... 或许其他单位... 或是其他国家... 跟其他国家合作上... 所以会不会有一个其他... 因为毕竟... 美国是我们很重要的盟国...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我们可能... 会被美国... 联动... 就是... 真的是要看他们怎么走... 就是... 你觉得只有美国吗? 还是其他... 因为有帮我们讲话的也蛮多的... 像是... 呃... 欧盟就有很多很多的议员啊... 或政治人员... 对... 所以我觉得最后... 可能... 我们... 要看其他国家的动作是什么... 就是他们最后的... 决定会是什么... 如果是一个新的组织... 或是... 怎么样... 不知道... 但我... 我猜比较可能的可能性... 应该是... 要求WHO... 改革啦... 就是... 加强他们的这种... 问责的机制... 就是... 监督的机制... 对啊... 那... 直接把他... 就是... 砍掉... 或者是... 另起炉灶... 我觉得... 难度是有点高... 嗯... 对啊... 那香菇觉得呢... 我的看法也差不多... 因为我觉得... 现在虽然很多国家... 都已经开始呛响说... 啊... 另起炉灶了... 就是已经不跟你玩了... 但是... 我觉得... Practically... 困难度确实是蛮高的啦... 因为... 嗯... 比较... 比较可能的做法是... 譬如说... 凯经费啊... 让你很痛啦... 我觉得主要是让你很痛... 对... 这个问责机制... 能够建立起来... 一定要能够对... 这一些... 嗯... 错误的... 嗯... 举措...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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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部分... 我觉得... 就不过... 如果... 如果说是... 呃... 我们看事后的发展... 如果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话... 那... 感觉台湾... 还是得... 跟着... 就是... 五大国... 毕竟这就是我们的盟友... 跟他们的脚步... 呃... 继续... 就是参与这样子的国际组织... 那... 如果... 假设万一有那... 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他们另起如造... 或是怎么样的话... 那我相信... 那个... 事情会更乐观啊... 他们... 一定就是... 台湾一定就是... 顺水推舟嘛... 对不对... 嗯... 但是... 可能性不会那么高啦... 我还蛮同意这个想... 看法的... 然后... 我自己是觉得... 嗯... 真的需要... 好好去检讨... 这是WHO的问题... 但是... 我觉得这也会碰到很大的困难... 因为... 比起WHO现在有很大的问题是... 人事... 那... 如果人事出现了问题... 就是如果... 像... 如果他今天把问责机制做好了... 但他的人就还是有问题的话... 那他的政策... 或者他做出来的事情... 就永远都还是会有问题... 那他人事... 那他人事... 的选... 选... 选择... 又跟整个他的... 机制...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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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家也可以去看我们最新的那篇文章... 就为什么... 中国可以在WHO这么大的... 就是... 就是... 藉由他... 在非洲国家都是一... 一国一票嘛... 那所以如果他的人事都还是维持着... 嗯... 听某个国家的话的话... 我觉得他能够做出的... 嗯... 改变... 就算是... 法制好了... 就是他的法... 法条或是机制变好了... 但是人事... 不对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有... 嗯... 改变会有限啦... 但还是... 我觉得... 西方国家他们... 基本上我觉得还是会继续... 我个人觉得还是会继续... 参与在WHO里面... 那我觉得就是... 真的就是... 走一步看... 算一步... 真的... 对... 好... 啊... 那今天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啦... 就我们讨论的三个问题... 就是... 纽约时报的文案啊... 然后还有... 传人的这个信件... 还有台湾... 该不该加入WHO... 那... 呃... 我觉得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 那如果大家对我们的... 呃... 讨论有什么看法... 或者是... 想要跟我们分享... 或者想要跟我们讨论... 都会欢迎在我们的Youtube底下... 跟我们留言... 我们都会去看... 也会去恢复... 就如果... 然后就拜托不要人身攻击... 欢迎大家... 就是有... 有爱意... 什么样的内容... 什么时候的时间... 就是... 就是接下来我们要... 就是... supposedly... 我们应该是一周一次... 但就看看... 看看大家反应怎么样... 如果不错的话... 那我们就多做... 对...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 就多做多做... 忘记了这件事情... 哈哈哈... 然后也跟大家说个... 抱歉... 就是我们今天... 因为这第一次嘛... 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 技术上的问题... 希望大家可以... 包容一下... 就是给... 有什么建议也可以... 就是... 对啊... 技术支援... 嗯... 如果你之前有做过Podcast的话... 帮我们... 就是可以... 给我们一些建议... 然后因为我们也都在不同的州... 然后都... 都是... 相隔甚远... 所以我们真的就只能用这个... 线上讨论... 那希望... 就是大家喜欢我们一项内容... 然后... 多多在底下留言... 然后... 帮我们按订阅... 然后... 虽然我们还没有很多影片... 那也可以开启小铃铛啦... 之后会有的... 如果... 大家反应不错... 我们真的就... 之后会常常会有... 呃... 像这样子的... 讨论的影片... 主要就是... 呃... 回顾我们... 上一周... 发的文章... 然后给一些... 没时间看那么多... 因为我们常... 我们真的知道... 就是很... 很... 很长... 我们不小心就文章写很长... 然后... 可能就是真的很... 脸书上很难看长文啦... 所以... 就是换个形式... 直接用讨论的... 用念的... 方式讲给大家听... 对啊... 好... 那就谢谢大家... 收听我们... 观测站底加拉的... 第一集... podcast... 那就先这样子咯... 谢谢... 拜拜... 拜拜...